我們在第一天的四季獎獎 HBL就已經向了一個閉門比賽的決定 雖然是史無前例的一些沒有碰過 沒有球迷能夠進場 沒有支持的加油團進來 但相信喜歡健行的朋友 他應該還是會守在電視前面 關心這場比賽 不管怎麼樣就是做好分類的工作 把比賽比好 然後把比賽內容呈現給喜歡你們的人 這一次的話就是很特別的一個經驗 就是可能因為進球的話 可能就要自己球類自己high一點 最重要還是要比賽要贏球 到場上就不會注意那麼多 就是注意每個防守進攻這樣的 我們也很希望球迷能夠到場來幫我們這樣 我覺得所有的政策 我們當然以中央為重 健康其實還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當然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最重要的是保護整個國人的健康 像我們搭巴士來 就是上車之前 每個人都會酒精消毒什麼 就是把整個防疫工作都做好 我覺得就是每場比賽都是全力以赴 就是不要就因為沒有什麼球迷 然後就不全力打這樣 我覺得就要對得起難球 就是比賽就是要認真打這樣 其實在賽前我也跟學弟他們講 你會面臨到的是一個很 有別以往的一個球賽 沒有人可以幫你加油 我們只能自嗨的 防守端 進攻端 還有場上跟場下的時候不斷的開口 但我覺得我們在第一場球上面 也適應的蠻好的 就一開始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心裡蠻震驚的 其實球員練起練很久 就是想要表現給大家看 可是在今天打完的時候我覺得 好的地方就是我們在球場上 可以很清楚的跟隊友的溝通 大家可以很明確的聽到教練團的指示 或是哪裡一些不好的地方 可以馬上做抬擊 只要球員在這段如果你有感冒 其實你的比賽表現一定不會好的 所以我們除了要求他們正常訓練方面 我想休息跟營養是另外一個 我們非常注重的課程 因為我們從昨天就已經慶祝在 小區站對面的王朝飯店 那兩人一間就每一間都有發這樣的配備 希望球員在每次的用餐 或是比完賽練完球回去 都要做到這種洗手 然後再來就是酒精殺菌這樣的一個措施 我們在學校我們都提醒 口罩一定要戴啊 請洗手啊 因為我們學生都坐在宿舍 宿舍有很多的代表隊 我相信我們的代表隊的教練 也是用一樣的規格去告訴他們 對 我們希望說說就一直健康下去 然後完成這次的賽事 就希望大家就是 能多多往戶外去運動 不能來看球 但還是多到戶外 做一些運動 讓自己健健康高這樣 就是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球迷們沒辦法到場 為球員加油 但是還是可以多出來走走運動 然後增加自己的體抗力 然後可以到洪館門口來為我們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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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